欢迎来到我们的汽车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穆子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令人震惊 两兄弟何赛和罗伯托因涉嫌在凤凰城谋杀一名男子并焚烧其尸体被指控 何赛承认开枪杀人 而罗伯托则承认协助杀人妨碍调查并纵火 案件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令人唏嘘不已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加拿大奥沙瓦 一个惊险的偷车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 一名男子和一名女子涉嫌偷车后在街头狂飙撞击多辆车后逃逸 最终警方在灌木丛中找到了他们并将其逮捕 这对男女嫌犯面临多项指控 包括持有被盗财产和危险驾驶 最后汽车界的重大新闻来了 保时捷正式发布了混动版911 这款车不仅保留了经典的驾驶乐趣 还融合了环保技术 混动911 Carrera GTS拥有高达532马力的强劲动力 比现款车型多出59马力 保时捷这一举措标志着高性能车也在向电动化迈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独立报》报道 菲尼克斯警方在一辆燃烧的汽车中发现了一具尸体 经过调查 发现受害者并非死于火焰 而是被枪杀 嫌疑人洛梅利兄弟被捕后 弟弟何赛 洛梅利承认他在与受害者洛埃扎发生争执后 开枪射杀了他 随后他的哥哥罗伯托 洛梅利帮助他将尸体放入车后备箱并点火焚烧 警方在案件调查中发现了更多证据 包括弹片和弹孔 兄弟俩现被关押在马里科帕县监狱 面临二级谋杀 纵火和遗弃尸体等多项指控 《多伦多星报》报道 在奥沙瓦 一男一女因涉嫌偷车 并撞击多辆汽车后被捕 多伦地区 警方接到多起罪驾报警 发现一辆银色丰田轿车 在里森路北和国王街东附近 撞击多辆车后逃逸 警方随后在哈莫尼和汤顿路附近 发现了一辆严重损坏的可疑车辆 并通过警犬追踪 在灌木丛中找到并逮捕了两名嫌疑人 嫌疑人分别是26岁的无固定住址女子 和33岁的基奇纳男子 他们被控持有价值超过5000美元的赃物 男子还面临无证驾驶和肇事逃逸等多项指控 CNN报道 保时捷推出了其著名跑车911的首款 混合动力版本 这标志着电动马达 在高性能汽车中的接受度进一步提高 新款911 Corera GTS混合动力车型 在汽车的8速变速箱中集成了电动马达 辅助6缸汽油发动机能够产生高达532马力 与其他保时捷混合动力车型不同 这款911不会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只能通过发动机和刹车充电 这变化反映了混合动力车 在美国市场的普及趋势 即便纯电动车的销售增长放缓 新款911 Corera GTS售价约为16.5万美元 保时捷测试驾驶员 在德国纽伯格林赛道上测试该车 成绩比现款911 Corera GTS快了8.7秒 BBC报道了一位名叫保罗 库尔森的44岁男子 他在彼得伯勒市中心附近的阿斯达停车场 几乎撞到一名警察后被捕 警察发现库尔森在4月11日晚上 摇摇晃晃地走向他的白色标志207车 库尔森在酒精测试中显示 每100毫升呼气中含有99微克酒精 远超法律规定的35微克上线 他被指控酒驾 并在彼得伯勒地方法院认罪 最终被罚款200英镑 并吊销驾驶执照两年零两个月 PC汤姆 马尔特比警告说 酒驾或毒驾非常危险 如果无法安全驾驶 请安排替代交通工具 以避免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BBC报道了一名41岁的男子 帕维尔 莱斯尼夫斯基因涉嫌在东贝尔法斯特进行酸液袭击 而被拒绝离开北爱尔兰度假 受害者在去年8月5日的袭击中 被5名男子追赶并泼洒腐蚀性液体 导致面部 颈部和躯干严重烧伤 需要进行皮肤移植手术 莱斯尼夫斯基被指控 故意造成严重身体伤害和破坏受害者的汽车 但他否认参与袭击 并自去年9月以来保释在外 法庭听证会上 警方反对他8月度假的申请 担心他可能逃跑 辩护律师布伦丹 布莱尼表示 莱斯尼夫斯基自愿向警方自首 并在贝尔法斯特居住和工作了9年 具有社区联系 法官奥斯汀 肯尼迪最终拒绝了他的度假申请 电讯报对斯科达Superb State进行了评测 作者表示他已经拥有一辆第三代斯科达Superb State 并对新款车型进行了详细测试 新款Superb在内饰和行李空间上 进行了显著升级 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好的燃油经济性 新车型的仪表盘设计有所不同 采用了Smart Dial旋钮 方便调节温度和座椅设置 引擎系列也进行了更新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采用了新的1.5升发动机 尽管内饰设计和一些部件的做工 存在小问题 但总体上 新款Superb仍然是一个物超所值的选择 提供了丰富的设备配置 合理的价格和极大的行李空间 与大众帕萨特和宝马三系旅行车相比 斯科达Superb在性价比和实用性方面 依然占据优势 Telegraph The Golden Mail 保时捷终于揭开了 其最新款911的面纱 确认这款车 确实是一款混合动力车型 911 GTS版本 将由3.6升6缸全机发动机提供动力 该发动机包括在8速PDK变速箱和涡轮增压器中的电动机 这些电动机不仅提升了性能 还减少了尾气排放 虽然混合动力和电力驱动早已应用于性能车和超级跑车 但对保时捷来说 将其应用于标志性的911车型仍然是一个重大突破 新款911 GTS的发动机和变速箱完全是全新的 搭载了11000瓦的电动机 可以提供即时增压 使其从静止加速到100公里 小时仅需3秒 比之前快了0.3秒 车内配备了全数字仪表盘 首次在911车型中引入了启动按钮 位于方向盘左侧 新款Carrera和Carrera GTS将于今年秋季在加拿大上市 起价分别为13万5000加元和18万2900加元 Yahoo US 汽车爱好者们正翘首以盼 由Zegato和Lost Quarter合作打造的 Ajit C Twin Tail的全球首秀 这款令人惊叹的作品 将在2024年5月25日至26日的Full Reconcursal活动上亮相 这款限量版杰作代表了汽车艺术和工程的巅峰 Ajit C Twin Tail首次在Zegato 位于米兰的历史性工作室 以模型形式亮相 现已迅速发展为一款令人瞩目的展车 该车的车身主要由碳纤维制成 具有可拆卸的尾灯 并配有定制的推车便于转换过程 短尾形式下 车长14英尺 长尾形式下则延长至15.7英尺 Ajit C Twin Tail的最高速度 预计超过155英里小时 并可在5秒内从静止加速至62英里小时 限量仅19辆 每辆车需耗是1000小时 在Zegato总部手工打造 售价从70.5万美元起 客户可以选择19种颜色 9种涂装还可以定制颜色 此外还有碳纤维轮毂 面板 Super Sprint排气系统等升级选项 生产已经开始 预计在2024年夏季正式上路 外交政策指出 美国总统乔拜登为了推进他的绿色转型计划 同时在对抗中国的绿色科技贸易战中占据优势 最近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商品实施了一系列新的关税 这些关税旨在保护和促进美国的绿色科技产业 但也可能会延缓美国实现其气候目标的进程 中国在电动汽车和太阳能面板的生产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拜登的关税策略试图避免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冲击美国市场 然而 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可能会导致美国绿色转型成本上升 时间延长 甚至可能与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相冲突 雅虎美国报道 哈迪斯堡的邮局将很快迎来电动汽车 这是美国邮政服务USPS为美国服务十年计划的一部分 该计划将通过引入电动汽车和新的运营中心来现代化邮政服务 旨在覆盖更大的配送区域 USPS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增加超过6万辆电动汽车 并建设400个充电站 哈迪斯堡的四十大道邮局正在建设充电站 预计这些电动汽车将在2024年底前投入使用 USPS的目标是通过电动汽车的普及减少空气污染 提高邮政服务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每日电讯报报道 意大利著名汽车设计公司Painanferina的继承人保罗 皮宁法里纳去世享年65岁 他不仅是这一伟大意大利汽车机构的守护者 还引领公司进入全球工业设计的现代时代 Painanferina公司设计了许多著名的汽车 包括法拉利 马沙拉第和阿尔法 罗密欧等 然而 在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 公司面临巨大挑战 保罗在1990年代推动公司多元化发展 进入船舶设计 建筑和家具等领域 从而使公司得以生存 最终 印度汽车制造集团Mahindra 收购了Painanferina的大部分股份 并在保罗的领导下 推出了世界上最快的电动超级跑车之一 Automobile Pinanferina Batista 美联社报道 丰田在东京举行的三小时发布会上宣布 将推出使用绿色燃料 如氢气和生物乙醇的紧凑型发动机 或与零排放电动机结合的混合动力系统 这一举措在全球汽车行业 纷纷转向纯电动汽车之际 显得尤为突出 丰田首席执行官佐藤浩尔表示 这款发动机是为电气化时代优化的 旨在帮助推动世界实现碳中和 丰田已经拥有知名的混合动力汽车普瑞斯 未来的混合动力车将以电动机为主要驱动力 新发动机仅其辅助作用 尽管丰田在全球电动车市场面临巨大竞争压力 但公司认为能源供应条件因地而异 产品必须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突然转向电动车既不经济也不负责任 佐藤浩尔表示 未来几十年内 世界要实现碳中和仍需长时间的努力 雅虎美国报道称 丰田在东京的发布会上宣布 将推出使用绿色燃料的紧凑型发动机 或与零排放电动机结合的混合动力系统 此举正值许多汽车制造商转向纯电动汽车之际 中国的比亚迪在这一领域的表现尤为突出 丰田首席执行官佐藤浩尔表示 这款发动机是为电气化时代优化的 旨在推动世界实现碳中和 丰田的盟友斯巴鲁和马自达 也在准备符合即将到来的 严格排放标准的生态发动机 尽管丰田和其他公司 在电动车领域面临巨大的投资和市场挑战 但他们认为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和确保供应链中的数百万工作岗位同样重要 早稻田大学的藤本龙宏教授认为 电动车是减少排放的关键解决方案 但他们在制造过程中仍会产生大量排放 因此需要更多的创新和改进 独立报报道 阿里巴巴宣布与前英格兰队长大卫贝克汉姆签订合作协议 贝克汉姆将成为阿里巴巴旗下低成本市场 阿里苏迈通的全球品牌大使 这一合作是阿里巴巴为推广2024年欧洲杯 而进行的最大规模的代言活动之一 贝克汉姆将领导阿里苏迈通的 Score More with AliExpress营销活动 提供特别优惠以庆祝比赛 尽管贝克汉姆的代言费用尚未披露 但这一合作被视为阿里巴巴国际扩展的重要一步 阿里巴巴在今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显示 其国际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5% 然而阿里苏迈通目前正面临欧洲委员会的正式调查 涉及非法和有害商品的传播问题 阿里苏迈通发言人表示 公司将继续与相关当局合作 确保遵守适用的标准 致力于为所有消费者创造一个安全合规的市场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